最近,一位母亲在TikTok上分享了她的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的孩子在看了迪士尼动画怪物公司后,坚信自己卧室的墙里住着怪物。 这位名叫Ashley Class的母亲,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房子里。 起初,她以为这只是孩子的幻想,但很快她发现自家阁楼附近有蜜蜂出没,意识到女儿可能真的发现了什么。 于是,她联系了专业的害虫控制服务,通过使用热像仪,他们发现墙里真的藏着一个庞大的蜜蜂群。 养蜂专家介入后,仅在第一天就发现了两万只蜜蜂和重达一百磅的蜂巢。 Ashley形容这一幕就像是从恐怖电影中走出来的一样。 这个发现在TikTok上迅速走红,吸引了超过九百万次的观看。 Ashley在另一个视频中解释说,只需几只蜜蜂和一些隐蔽的蜂群就能形成一个有着五万只蜜蜂的大群。 养蜂人估计,这些蜜蜂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建造出这个重达一百磅的蜂巢,搬运它们需要用到三个大袋子。 最终,养蜂人成功地移走了五万只蜜蜂,并且就出了蜂后。 他们计划将这些蜜蜂重新安置到一个蜂巢避难所,让它们可以继续工作。 但是,就在他们以为蜂巢已经被彻底清理之后,发现仍有成千上万的蜜蜂留在墙中。 Ashley透露,养蜂人不得不进行了第三次清理,以确保所有的蜜蜂都被移走。 整个过程让Ashley花费了大约两万美元,并且导致了家中电线的损坏。 她还提到,她的房主保险并不覆盖害虫问题。 尽管如此,她的女儿现在把养蜂人视为自己的英雄,称他们为怪物猎人。